来看看台北捷运血案已经发生第七天 凶手郑洁的父母也首度露面 到事发的江子捷运站 跪拜被儿子杀害的这些无辜的死难者 在媒体的包围之下 他们是痛哭失声 来看来自台湾的报道 戴上口罩及鸭舌帽 郑洁的父母低着头 在大批警方的保护下 两人在北捷杀人事件 四位往生者投期的这一天 首度现身在捷运江子翠站 一到三号出口 两人就跪倒在地 不停掩面痛哭 并且发表声明 郑洁21号在捷运上犯下随机杀人 导致四死二十四伤 郑爸爸说法官应该会判郑洁死刑 虽然他是我的孩子 但这是他应该面对的 这样才能贫富受难者及家属 伤痛的万分之一 郑爸爸说教养郑洁21年来 一定有他们不知道的疏失 他们难辞其咎 希望郑洁下辈子能好好做人 就在郑洁全线车站共四百八十九个月台电视在四点二十六分到三十一分 也以黑比白字的画面播放无声字卡默哀五分钟 电联车内的电视也配合全天关闭以表达对疑难者的哀思 记者吴咬于王新忠郭俊玲 SNG小组新本市报道 雞大NG 雞伝